歡迎收看小明星新聞的現場 新聞介紹要來看的是 在今天一集有一名路主 他到商店買東西 算錢算了 離去經過這間營設施的時候 經不去是興趣 這名路主比店家要求要請店 他所買的東西 經有10件後 是發言說有部分的東西 還沒算錢 只是因為他也沒辦法 提出商館會告不見面 所以店家只好 報警依法對決 因為檢林大作的狀況之下 他勢必要把他東西的話 讓店員來做一個檢視的動作 他一直講究 這些東西的話 是在另外一家店買的 店家政委可能是不記得 拿出來結束 誰知道路主竟然說 包包裡面的物品 是在另外一間的 加盟店所告別 店員早前後 發言是沒用的事情 而且沒辦法拿出商館告別證明 店家隨即報警處理 他結帳的部分的話 是其中兩三量的東西 另外的話 其他沒有經過結帳的部分的話 是經過夾帶的過程 這個過程都被監視器 照了一清二楚 另外經過查證 他也沒有經過結帳的動作 所以店方的話就報警來做個處理 路主後來也標示協會 尷尬在路主行動的東西 了解完油後也算到完糧 但是近方標示 切斗射於被隔手那一輪急墜 路主可能也要面對金斑